回歸18年來,理事力場一直影響著香港經濟和政治 但這份影響力,亦都隨著中國官方風向,或者即將畫上句號 中共連番借官媒發炮批鬥香港首富 看來他對李嘉誠已經有定調 超人被剿,誰會最高興?就是689 他可以借這個機會,踩下李嘉誠勢力的特首候選人,爭取連任 由新華社旗下,遼望致富一篇別任李嘉誠跑料開始 官媒一個月裏,至少有6篇文章炮轟李嘉誠 如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就這樣猛烈評擊 好的時候同享福,遇到困難卻不能共渡難關 這在觀感上,確實有些人覺得有點說不過去 而有大陸媒體幫大哥誠計數 2014年起,李嘉誠設資800多億人民幣 指他嚴重违反國家暴力救市的政策 面對連番批鬥,李嘉誠都不禁要發千七字的詳聲明 說明不寒而律 由一個愛國商人被除去光環 批成為利是圖的商家佬 但其實早在2013年的時候 李嘉誠主動接觸官媒,接受南方報業做訪問 說明自己沒有設置打算 是天荒夜談的笑話 李嘉誠和中共關係已經回不到江澤民時期那麼好 習近平忽視親江系的商人 當中最開心的一定是689 689最開心是因為他連任特首的主要阻力 就是來自李嘉誠勢力圈和推崇的特首候選人 藉著炮打李嘉誠勢頭,方冷箭射到正敵 武毒有偶,前特首曾蔭權這個時間突然被高商法庭 也令人憂慮是否站錯邊 或是否應該繼續割續特首 就這樣看,梁振英就再沒有對手了 你現在是否很中心 我甚麼都不想過 對不起 但他們說你過橋秋板 對呀,是不是會不會很不服氣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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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啦,不走啦 對不起呀,多謝阿傑來,拜拜